说啥 现在说啥我也没听清 本来是9点10分的 然后延误到9点45 我感觉现在突然有种人在囚图的感觉 哇 好大雨 好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帕泰 我现在是在越南胡志明的新山国际机场 今天晚上准备飞马来西亚集中座 由于是晚上的航班 所以现在我已经7点已经到达这个机场这边 给你们看一下这边机场 今天人还不少 比我想象中的多 这边全都是接机的 有国际航班 还有国内的航班 出发的话应该是在前边 然后这边这个门是我看是写着出发的 这边上二楼 感觉这边好黑啊 怎么都没开灯呢 再往上走 因为刚才是一层嘛 然后现在是去二层出发大厅 应该是从这个门出去 哦 然后从那边再进吧 因为我看他们有这边进的 我看一下我的直机柜台是在哪里 因为我的航班是9点10分的 然后航班延误了半个小时 然后变成了9点45起飞 我在这边直机柜台我找到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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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去哪里 去哪里呢 去马来西亚 你去马来西亚 你去马来西亚 你有马来西亚的吗 是的 我有一点 存在 UM 你很深信 虽然 我可以帮櫋子顺口吗 你好 你有这边 对你 譬如我 可以帮坐照片吗 你好 我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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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 broadband 我帮助我们帮助手机 买机可 Design 不能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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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 谢谢 我现在拿着登机牌准备去过海关 这边就是越南的海关 出了这边等于就算是过了越南的海关离开越南了 前面是有这个机组人员让他过海关 这边就是过海关的窗口 由于前面过海关就不能拍照录像了 所以我们就一会再见了 刚才刚过完这个越南的这个海关和安检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越南的这个安检是有多么的松啊 给你们看一下 他那边就一个这个安检门 然后他也没有说拿那个安检仪在你身上扫扫扫 就只要过那个门没有滴滴滴响就可以了 而且他那个检查那个美金便宜也不严 我刚才我包里边还有这么一大瓶水 然后我还有这个定型喷雾 已经都超了他那个规定了 他规定上面写的是100毫升 我都250毫升了 但是他都没有说让我拿出来看 只能说东南亚里边真的除了新加坡其他各国家的这个安检 真的是够松的 实际上在国内都是不可想象的 国内一个充电宝还要拿出来看超没超1万毫安 这是他们越南的这个海关的这个工具服务 感觉跟我们国家的这个90年代比较像 这是越南的这个免税店 然后几乎都是烟酒啊 化妆品零食 其实大概都是这些 每个国家的美飞店其实都无非是这些 然后我的登机口是在15号 所以应该在隔边 这边全都是各个品牌的这个店 Dior的别的品牌我也不认识了 浪青 对航班是15号登机口 这边换钱的都已经下班了 15号15号前边 这边越南咖啡比较出名 我就知道越南特产就是咖啡跟腰果算比较出名的吧 其他的就不了解 这边是威士忌吗 84应该是单位是美金 我也不喝酒对酒 所以也没有什么了解 也不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 按道理应该贵的就是好的 这边都是些卖工艺品的 其实工艺品的话 如果买的话 肯定去市区中心那个冰城市场 或者其他的一些小地方去买 在机场这边买肯定是价格会翻至少一倍的 哦看到了15号登机口在夏阿殿 反正这边挺安静的 没有什么人 哇前面这个小姐姐好漂亮 应该是像乌克兰的或者俄罗斯的 五官比较精致皮肥也很白 前面看到是应该前面是新加坡航空的 我的航班可能还没有到 等一下 趁现在在那个候机的时候有空间时间 所以跟大家简单聊几句 就是我申请的马来西亚是旅游签 然后可以停留30天的 它是有电子旅游签和直至旅游签 两个工作日就能办下来 出间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PDF文件 会发到你的邮箱里边 然后你把它打印出来就可以了 就只把你的彩色打印 因为过马来西亚海关是需要用到的 给你们看一下 现在外边是在下大暴雨 我还不知道今天这个航班 还能不能准时的起飞 刚才外边下大雨 然后现在航班又延误了 这个航班人还不少 全都是人都在这等着 本来是9点10分的 然后延误到9点45 现在都9点快10点了 它还没有起飞 说啥 现在说啥我也没听清 14 应该是改登机口了 因为这个15登机口的话 这个 前面是个日本的全日空航四 它现在这个飞机还没有起飞 然后现在它这个上面写着 登机口改到14了 哎呀太不靠谱了 刚才我听它那个地勤人员 是用了那个英语和越南语 然后说这已经改了登机口 已经改到14登机口 然后现在所有的这个游客 都要重新去旁边的14登机口 这本来是半红眼航班 结果现在变成全红眼航班了 刚才那个候机的时候我看到 几乎都是以马来乘客 还有这个越南乘客 还有这个越南乘客 还有一些少量的欧美游客 呃中国人目前就我一个 按道理应该会有 可能是我没有看到 然后现在所有人都去14号东机口 好在不远就在旁边 这边10到14 这边下去就是 然后这边你看好多人都在这边排 本来是9点的航班 现在10点呢 还没有起飞 我感觉现在突然有种 人在窘途的感觉 然后能看到这个是刚才的那个 全日空 那个航班 应该是飞大阪的 胡志明飞大阪 现在它是在15登机口 然后我们的航班改到14登机口 现在已经开始准备登机了 可惜我这个登机口不在 不在这个机位 然后需要百度车送过去 Thank you 现在要坐这个百度车了 哇好凉啊 感觉人上来应该都上骑了 已经都站满了好多好多人 然后就等着司机发车了 然后前面这个地勤人员 应该是跟他说人数可以出发了 OK现在已经出发了 外面还在下小雨 前面应该是个商务 就到了 前面看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飞机了 应该是前面的这个 潜逐航班的乘客刚下 他们百度车还没离开 然后他们的百度车终于已经 离开了 他们离开然后我们就过来了 那边雨还挺大的 还不小 那边也没有 没有那个遮雨的地方 感觉开门的一瞬间 就要瞬间冲进去 那都是在等着开门 开门一瞬间就冲过去了 哇好大雨好大 快冲快冲 哈啰 哈啰 反正这个航班人不少 有个两百人左右 哇就碰到刚那很好看的小姐姐了 现在刚才有飞机然后想要去过海关 我马来下的海关 这边纸牌都是马来文跟英文 我也不知道怎么走 反正跟着人流走肯定没错 前面有的人都着急跑 过海入境处 入境处应该是左边 这边是转机的 应该这边这边是入境的 我知道刚才为什么那两个游客要跑了 因为他们是转机的 如果他是晚的话 他就赶不上下一个航班了 所以他需要跑一点 然后再继续往前走 我去他这个急中车这个机场 怎么走这么远呢 这个通号这么长 都快赶上北京大型机场了 风荡荡都没什么人 现在是凌晨两点 人还是不少的 前面有在排队 都是在海关入境那边排队 哇人好多好多 估计得排20分钟 应该中国游客比较多一点 但根本不是一个航班的 哎呀不容易啊 终于出了这个马来西亚的海关 然后刚取完行李 现在准备出去 先搞张电话卡 现在手机还没网 他虽说机场有这个WiFi 但是很慢很慢 这边过啥 这是哦 过按键 然后现在先 现在还没有现金 然后先去 ATM先取点钱 要不然连电话卡都买不了 先搁这边的ATM 我看他下面是显示这个银联 只持银联的 跟国内一样先插卡 哇他这边还好有中文 然后 千斤提款 听见了数钱的声音 然后卡也出来了 然后稍等一下他这个 音图出来了 15张 好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马来西亚的货币 林吉特 这是面额100的 目前汇率的话1比5.5 就相当于一张合人民币 155块钱 好既然有了现金了 那现在就好车了 就不怕了 因为感觉他马来西亚这边的移动支付 没有国内那么普及 像有些这个 像电话卡这些还是买不了 哦 这边有一家 这边应该是有这个SENICAR的 OK 1 这是1月 他这卡的话是40令吉 40令吉和人民币差不多是60多块钱一个月 平均一天2块多也还可以 这边需要护照登记一下 1 1 他现在刚把我安上去 2 2 2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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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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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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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红亨啊 马六甲那边 槟城都没怎么去 那些就没有这样高极了 但是美食就比较多了 其实马来西亚美食挺多的 对很多华人区域的那些 对 每一区的美食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对了 还有个问题啊 就是每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 他们都会讲马来语吗 都会是吧 本地都是会的 哦 就等于从小就这种双语这种 华语跟这个马来语都会是吧 因为马来语是我们的国语啊 国语 那跟家人沟通是用华语沟通 哦 然后跟其他族裔的话就用马来语 哦 我还以为跟其他族裔是用英语呢 英语啊 英语也会是吗 全部都会的 都会啊 但是他个人啊 一些他都不会讲英文 哦 对 应该快到了就这附近是吗 这个酒店吧 应该是这个吧 我刚写UNIQ 应该就是这个 OK OK 好 谢谢啊 好 谢谢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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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来 应该是就这个酒店了 哈喽 没有人吗 这是这个酒店的大堂 他这个酒店入住了需要一个10码壁的一个旅游税 谢谢 请你去桌子吗 OK 明天是什么时候去桌子吗 OK 谢谢 谢谢 房间在三楼 房号303 哦 哇这门关子好慢啊 好好恐怖 有点恐怖 三楼 303 303这边 这个房间我也不知道怎么样 反正就是 我看这附近吧 就离地场最近 所以就定了 看一下这个房间 还挺小的 反正整体来这道比较干净吧 稀疏了这边 今天先凑合一晚 然后等明天 再去吉路坡市区 主要这个机场的离市区太远了 需要60多公里 坐车的一个都要试 晚上实在是折腾不动了 先凑合一晚上 哎呀折腾了一个晚上 反正总算是平安到了 然后接下来这天 给大家拍一拍 马来西亚的 就哪些好吃的好玩的视频 然后呢就 我先去西厕一下 然后下次见啦 拜拜